谷爱玲自己设计了金龙战袍 赛场回眸神还原捞翁虾皮肤 今天上午 北京2022年冬奥会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 中国选手谷爱玲在最后一跳中 首次跳出了1620的超高难度 获得了94.50的高分 以总分188.25分夺得金牌 谷爱玲这次夺冠也创造了历史 是该项目历史上手为金牌 也是此次冬奥会中国第三金 有网友意外的发现 谷爱玲这张回眸的照片 有网友评论这张图片中的谷爱玲称 脊背上的中国龙 雪场上的花木兰 值得一提的是 谷爱玲在赛后采访中透露 据悉 谷爱玲此前就在社交平台上 展示过自己为此次冬奥会设计的滑雪装备 头盔上有一条龙 双肩和后背都有中国龙 后背还有金色祥云 他曾表示 金色能给人带来好运 金牌是我的目标之一